在对话讲课中有什么总结可以与大家分享 在疫情未完也不知何时完结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继续在逆流而上 完成这个分享之后 我想大家可以有些 Q&A 的时间 大家可以交易一下 如果有兴趣想联络 如何购买这本书 可以提供一些路径给大家 可以推广一下这本书 当然最好支持是去贸法局主办的书展 我知道今年有些特别优惠 好像是接种了疫苗的朋友免费入场 第一次可以免费入场 大家可以接种了疫苗 到时会场免费入场 有些医生建议 即时是在和蔡奇一医生建议 很少的书本都是为了印刷一本书而出现 这本《逆转100》也是一个很夸媒体的总结 大家记得疫情在去年二三月已经开始来到香港 当时大家都手足无措亦对病毒的认识不太多 甚至说世界每日股市大跌当然 汇丰也说不太认识但人心惑惑 当时我跟朋友在金钟来聊聊天 当时仍未有那么多紧张气氛 大家看到面谈论有什么可以做呢 疫情似乎已经被杀到来 很快就立刻在去年三月 就已经筹备了几次送口罩的活动 送给有需要的毒杯酱姐 送给火灵局凌晨医院 有些时尚人捐钱 结束了这些活动之后 结果活动过程的筹办都很吃力 吃力就是当时如果大家记得 是找不到口罩的 今时今日很轻松 大家随时在便利店 走过旁边老人隔都可以问你借口罩 但当时真的要借口罩 我记得是我们的活动 要送出8000个口罩给独居象征 红素波和姐姐来帮忙做派发 但是筹备活动结束 那些口罩都未确定是否会来 最后是有朋友去到机场 看着印尼的飞机 下机、货机 如何运送那些口罩 然后就立刻分发 因为很多不同的人去订 我们预计了8000个是做慈善的 我还记得我有份去到那个工厂 在葵冲的分货中心 大家五百只一箱 可以去数数数数 我们8000个不太多 让我们先去 成功举办了活动 但是当时我们结束这些活动 它以前还未完 稍有年纪的 我记得沙士203年的时候 其实最严重的病情 其实疫情是几个月 病毒就自然消失了 我们就想 会不会香港今次 或者这个世界今次 这个新冠疫苗都这么幸运呢 只是维持几个月 我们也希望在这段时间 将这个记录下来 因为受影响的人都打客气 希望见到明天 所以当时想要出版一本书 也不是想要出版一本书 尤其是跨媒体的年代 原初我们想着 既然这么多人都面对这么多困难 不如我们做些访问 问问人们如何在自己的崗位 自己的角色去面对这个疫情 我认识新情电台的朋友 原本和我一起支持节目的 程海恩资讯内外台 我原本不认识他 正正在这个概念 有人介绍了他 认识他 很好的 Rieman这个想法 不如我们开个节目 做这件事 二话不说 立即找到一个 星期日的黄金时间 时段 我们每个礼拜做一集节目 去访问 有时访问一鬼 有时访问两鬼 在开招时 没有特定想着 一定去访问什么人 今天在PowerPoint看到 我们说是营商的智慧 当然了 我们也是在身边的朋友 去联络 什么人愿意上来 我们就找到很多 都是商界人 有些是做不同的生意 今天有一些 都仍然在疫情当中 是很奋斗的 有蕭青、郭水明 知名的商界人 我们平时都愿意说 这个节目很有意思 平时他们很少来电台节目 但我们一说这个节目的构思 我们就说 好 我也来分享一下 但我们当然不是每一集 都只是说疫情 他们本身又不是医生 又不是传染病学的专家 而疫情对于他们来说 的认识和普通市民是一样 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访问 都其实是环绕着 不同的人士 他在他人生里面 遇过一些什么的困境 有什么困难 而他又是黑火的一件事 我记得 比如说访问 沙沙的大老板 郭少明 今天他们早期 公布业绩 业绩当然大跌了 他人真的很老实 很亲切 最近业绩都说 今年都通不了关 他们没有期望通关 通关 都好了 澳门都通了关 澳门有分别 业绩都回不回到疫情前 一半已经很好了 但当时我们访问郭先生的时候 我问他人生最大的逆境是什么 他就分享原来 在1997前曾经移民 因为回归的那个年代 大家有记忆的 都是一个很大的移民潮 由89一直到97 大概有30万人移民 他都在这个浪潮里面 曾经打算移民去加拿大 他就分享了一个经历 就是想着当时做一些小生意 有少少钱 他就拿着那些钱去退休 提到退休的老婆 谁知道他真的和太太 说什么都没有准备 去了加拿大 他在一个朋友那里住 有朋友在加拿大就已经下地了 说招待他 谁知道他们第一天 又是起床 擦衫洗面吃点饭 走一下超市 第二天又是起床擦洗面 吃早餐去行公園 他到第三天 他就说 我很记得他的印象在网上 他就说 第三天 见到朋友 早吃完早餐 就在当地的佈置 就准备用那些优惠券 晚上他就跟太太聊了 如果我们打货楼里人生也是这样 就在剪布置优惠券好像没什么之彩 因此他就不可以回香港 把机票也没有订 第四天他就决定回香港 从此又再打天下 就创立了今天叫沙沙国际的零售化妆大品牌 当然他的成就 当然是基于他之前 已经是对于这些零售化妆品 零售一定的认识 由一家小店 在华尖沙序地库 也没有人去那些死场 没有人的 由一家小店 一路做街铺 再做平衡进口 在不同地方买化妆物品 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我们的书继续如何发展下去呢 每个星期 我们去年一直在新城电台有节目 做一做一做一 太多受访者了 发现这个星期一集就不够了 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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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在互联网就比较方便了 就在YouTube 它发现了 땅 辌 付